过去的半年,2026届球员AJ DeBonsa是上升势头最猛的球员 他在今年夏天和各路NBA巨星一起训练 与Nike UIBL中打出经验表现 在ESPN上登顶全美 更被认为是目前最强的高中生球员之一 大家好,我是Terry AJ DeBonsa2007年1月出生在马萨诸塞州 是一名美国二代移民 他的父亲身高64寸193公分 生于刚果,成长于法国 21岁时搬家到美国 在一所社区大学踢过足球,位置是守门员 而AJ则遗传到他父亲的静态和动态天赋 现年16岁,拥有6尺8寸203公分身高 劲爆的身体素质和比较全面的球技 他上赛地场均可以得到19.1分9.6篮板 2.9助攻2.5封盖的数据 3分球命中率达41% 率领高中校队取得26胜两副战技 虽然球率在周锦标赛决赛中 以1分吸败,没能拿到冠军 但AJ DeBonsa赛季后还是当选了 加德勒马萨诸塞州年度最佳球员 同时在去年9月,AJ还在一场soulkiss的比赛中 有过单场轰下73分8篮板4助攻的表演 当然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 他是因为比同年人发育得更早 所以才拥有了不一样的统治力 而惊吓的Nike EYBL Peach Gym的比赛 则让所有人改变看法 刚刚结束高一赛季的AJ 跨级出战U17的比赛 面对的对手都是高三高四选手 他仍然给场均砍下25.8分 5.6篮板2.4助攻的数据 让来自于247体育的专家看到傻眼 他在球评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表演 AJ迪邦斯之所以能快速脱颖而出 当然先天的身体条件是一方面 而他的工作态度则是另外一个方面 除了篮球之外 AJ没有其他的爱好 不喜欢打电动游戏 不喜欢参加派对 每天想做的事情就在球馆里埋头苦练 尤其是疫情期间 他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三练 一周无休 直到其体能教练告诉他完全不休息也没有好处时 AJ才决定让自己可以每周停练一天 至于被问到未来的目标 AJ表示 我想成为NBA名人堂成员 而他在篮球方面的偶像 则是太阳球星KD 和肯塔基一部球员Terence Clark 前者是AJ学习篮球技术的对象 而后者则也是出自马萨诸赛州的球员 拥有NBA级别的天赋 是AJ小时候的偶像 两人曾跟着同一名训练师训练 Terence Clark像AJ的大哥一样传授他经验 也给了他相当的鼓励 周围的朋友甚至觉得两人很像 而在2021年选秀前 Terence Clark于一场车祸中丧生之后 AJ底帮萨就发誓 要带着Terence对于篮球的那一份热爱 更加努力 AJ底帮萨在高中层级的比赛中 可以像字母哥一样攻击篮筐 也能像杜兰特一样在外线干把跳投 当然他的技术仍然处于打磨阶段 但不出意外的话 此人前途确实一片大好 小小年纪就能受到 无数NBA球星的直接点拨 还拥有极佳的工作态度 虽然是2026届球员 但他比跳级到2024届的Coop Flag 只小一个月 比2025届的Kan Bruzer还大半岁 所以人们认为 不出意外 AJ应该会跳级到2025届 就在今天 最强白人高中生球员Coop Flag宣布 他接下来将正式造访三所大学 杜克 凯萨斯和Konda 这位此前在Pitch Gym的比赛中 场均轰下25.4分13Lamban 5.7助攻6.8封盖的选手 于前两天结束的Slam Summer 经典赛的比赛中 也有出色发挥 面对一众顶级高中生球员 轰下60分 并命中后撤步绝杀3分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